連接世界奮起台灣TVBS30 好 接下來再來看看靖茹的照片 妳也帶來了四張照片跟大家分享 對 這個是什麼時候拍的 這是在念高...高二的時候 對 高二的時候 旁邊最旁邊這個右手邊這位朋友 他這個是朋友嗎還是靈異照片 不不不 什麼顏色特別的可怕 怎麼會叫我顏色 其實是 對啊 我三個好朋友 是我們這個Dance Monitor看起來 靖茹其實高二的時候 妳那個時候就在... 就不斷地在唱歌嗎 參加很多的這個社團的表演嗎 其實我那個時候就開始參加 校內一些校外的一些表演 那妳更小的時候是不是很可怕 為什麼照片都沒有提供過來 沒有 因為我沒有帶過來 都在我的家鄉 對啊 就有點遺憾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章好了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是在民歌餐廳 已經開始在表演了 對 那國外的朋友很多 他們也是唱民歌嗎 後面那三位 他們也是歌迷 那個時候已經有歌迷啦 對 他們會就是常常來 知道妳今天唱歌表演 他就會來 然後點同樣的一首歌 他們都點什麼歌 外國人點什麼歌 我記得那位 中間那位外國人 他有點一首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一首老歌 所以它可以是名歌 妳們在馬來西亞也是這樣子 類似就是唱一些 台灣名謠 同時也唱一些西洋老歌 對 妳要不要現場再來回歌 請唱個兩段好不好 好啊 好啊 來來來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真的非常的優美 謝謝 難怪外國人常常都會來點同一首歌 好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張照片好了 好啊 這個是 旁邊那一位 好像是阿牛兄對不對 對 是阿牛陳慶祥 所以她寫的歌裡面的阿花是妳嗎 阿牛阿花的故事 不是 不是 她寫那首歌之前 我們還沒認識 那是之後才認識的 也是為了那張合集 特別拍的一些宣傳照嗎 不是啊 這是在台北 在台北拍的 人愛路上 人愛路上 就是那個林毅大大 對 她第一次來台灣 我帶她去玩這樣子 原來妳比阿牛還早來到台灣啊 這真是驚人的意外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那妳在台灣這兩年當中 是怎麼度過的啊 我兩年都在台灣生活 其實大概兩三個月 才回去一次這樣子 算是在台灣去住 OK 那我們這個 Jolin跟這個周慧 好好照顧一下梁慶祐 謝謝 畢竟是外地來的朋友 再來看看最後一張好了 這個時候這個頭髮是翻什麼 蛇魔女嗎 那就是跟阿牛去夜市的時候啊 她很愛拍照 她就把那個假髮直接擺在我頭上 然後就叫我拍了這張照片 對 那是假髮 好 我們從這張照片當中 也看得出呢 這個阿牛呢 對於馬來西亞來的女生 都特別有好感 叫她趕快也多幫妳寫歌好不好 這張專輯有嗎 沒有 好